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吗 夫人说 她将轩辕剑的力量封印了 也许 这才让她看起来普通吧 小心 竟然暗算 可恶 红姐姐 快走 不要管我 不许动 你若念口诀 我便杀了她 这封印连我都无计可施 没想到你却解开了 你果然不是普通的猎狐 你身上那一侧竹简 就是十三年前消失的天书吧 神器的封印就是靠天书的力量解开的吗 凤侯儿 不然 交出天书 否则把你们全杀了 你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一介凡夫俗子 手握天书不懂得善用 明珠蒙尘 若是交给我等用之造福苍生 才是大力 大力 为了大力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你就可以杀死 一千二百位同门师兄弟吗 我所做的一切 都谨守莫哲的本分为所当为 我始终谨尊师父的教诲 太夫教你杀害同门了吗 太夫教你用机关术杀人了吗 还不是因为那可笑的机关术禁令 否则何须致辞 师父不懂 莫哲本不该怯懦守城 而要迎时代巨浪做乱世前锋 他就是御府过头 才为了那群不明势力的渔民 白白送死 舍大力 而主小力 令人痛心 大力 小力 难道对你而言 多年的同门之情 全都能以利弊算计吗 若我做的一切在你心中便是如此不堪 那便无需多言了 留下天书 放你们一条生路 子虚 快走 别把天书 还不明白吗 杀了你们再娶天书也是一样 何必送死 我明白了 子虚 退后 离开天书 子虚你在做什么 天书虽好 与我却是无用 若是能保护重要的人 竟天书让与他们 又有何妨 子虚你 你是傻子 来 放箭 有人 爹 天下地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紫緒 红二 你醒了 太好了 红姐姐 这是什么地方 安全了吗 安全了 那就好 你这个傻子 到底在做什么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之前还听说 我 我去找找路 奇葩大王 也一起来 本大王也要教训这个傻小子 来 不是说这个 我都给你识眼色了 你没看到吗 没有 那 你没发现我在拖时间吗 大王 你去找找路好不好 那你呢 我累了 想休息一下 小丫头 我求求你了 好吧 气死我了 你这傻子 疼 傻子 你刚刚吃醋了 嗯 没有 我也说不上来 见你们表现的熟人 就有些不适滋味吗 毕竟 莫皇约我有生死大仇 生死大仇 生死大仇 是十三年前的事情吗 嗯 之前就和你说过 阿母 在我眼前被李军所杀 那人 就是莫皇 我 若你要去复仇 嗯 我与莫皇过去虽是同门 但如今却是生死之仇 他甚至还说 上莫的东西碍事 灭了便灭了 若不杀他 何以告为我上莫 一千两百条冤魂 刚刚是为了给吉鹏大王 争取时间 才假意与他多说了几句 可刚刚 以后不许胡思乱想 好 还有 以后别那么傻 你天书在首 若是要走 谁能拦得住 叫你走就走 就算拿我要险 你也不许以身犯险 知道吗 是 算了 随你 吉鹏大王找到出路了 多亏了大王 走吧 好 奇怪 我 我 香儿 难道竹城又坏了 奇怪 没有啊 莫不是刚刚跳崖的时候摔着了 我没事 转一转扭一扭就可以动了吧 你看 瞧 修得好吗 我检查一下 那个 虽然现在是机关的身体 但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阿兄和吉鹏大王 可以先回避一下吗 哦 好 正好 小鬼跟我来 看个有趣的东西 小丫头 洪姐姐帮你检查机关哪 别淘气 快撤了界无带行的法术吧 嗯 奇怪 真的没有什么损坏啊 我真的没事啊 刚刚就说了 没事啊 嗯 那就是有事喽 你说吧 大王 要我看什么 到了就知道 好 什么事 你 没有事喽 有事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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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